欢迎来到补物业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话题是 我们人类有必要击败祖先吗? 击败祖先的必要性在不同的文化 宗教和个人信仰中有不同的理解 在许多传统文化中 尤其是中国文化 击败祖先被视为一种尊重和传承的方式 旨在表达对祖先的俊逸感恩与怀念 并通过这一仪式维持家庭和社会的和谐 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德教会 也称作德教或德教宗教 是中国传统宗教之一 强调通过修身养性 既得行善 弘扬道德来提升个人和社会的道德水平 它并没有明确的创立者或固定的经典 而是通过一些德行和道德行为的传承逐渐形成的 其教义强调修德和谐 社会责任和家庭伦理 德教会的基本教育 首先提倡道德修养 通过修身养性 既得行善来达到自我完善 并通过个人的道德行为来影响家庭 社区甚至国家 得和谐 然后通过天人合一 强调人应于自然 宇宙宝石和邪的关系 类似于道家的一些理念 通过修炼德行 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协调 个人的命运也会得到改善 德教会非常注重家庭伦理和社会责任 提倡俊老爱幼 和睦相处 富邦富助等价值观 德教在一些意识中 会包括祭祖活动 信徒认为通过祭拜祖先 祭福等可以得到祖先的庇佑 改善生活的运势 德教会并不是一种以具体的教育 或经典为基础的宗教 而更像是一个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 理论和宗教严肃的居贺 它的发展受到中国古代 鲁家、道家和民间信仰的影响 特别强调个人修得 与家庭社会的和谐 不击败祖先 通常不会直接导致恶果 但在这一些文化和信仰体系中 未进行击败可能被视为 不俊或遗忘传统 可能会引发以下几种感受或后果 文化与家庭认同的疏离 失去文化纽带 在一些文化中 击败祖先是家族和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忽视这一仪式 可能会使个人与家族文化的联系变得疏远 尤其是在那些重视家庭历史和传统的社会中 家庭关系的影响 某些家庭或成员 可能会认为不击败祖先是不俊的表现 从而产生 歌目或不满 家庭中的老一辈可能感到失望或遗憾 信仰上的冲突 对那些有强烈宗教或信仰背景的人来说 祭祖不仅是一种文化活动 也是一种宗教行为 忽略祭拜可能被认为是不服行传统的宗教义务 可能会带来内心的不安或对他人可能信仰的质疑 在某些文化中 人们相信祖先的灵魂需要通过击败得到安抚或庇佑 不击败可能会被认为会导致祖先的灵魂不安 进而影响后代的运势或家庭的和谐 家庭成员的期望中 特别是传统家庭 击败祖先被视为孝训和敬仲的表现 如果个人不愿意击败 可能会感受到来自家庭成员的压力或责备 特别是长辈可能会感到失望 击败不仅是仪式 它还为许多人提供了怀念和缅怀已故 亲人的机会 拒绝击败可能让一些人失去这一情感的出口 可能导致他们自己与祖先之间的联系 变得模糊或疏远 从社会角度中 某些社会环境中 祭拜祖先被认为是维持家庭和谐 敬仲长辈的重要方式 如果不击败 可能会面临来自邻里或社区的非议 特别是传统观念交强的地区 尽管不击败祖先不会直接导致恶果 但在一些文化 信仰和家庭背景下 可能会带来情感上的各模或社会上的压力 如果不信仰这些传统仪式 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表达对祖先的尊重 比如记录家庭历史 通过其他形式的纪念 来期待祭拜行为 总的来说 祭拜是否进行应当依据个人的信仰 文化背景 以及家庭的期望来决定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德教信仰的历史现言 德教起源于中国广东 灿山地区 流传并发扬于东南亚 特别是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泰国华人中的一种新兴的民间信仰 德教会是德教最重要的宗教组织形式 自1939年 在中国朝阳创立了德教会的第一个 格子香格之后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也在广东 特别是朝山地区 成立了二十多个德教会阁 二次大战结束后 德教先后传至香港和东南亚各国 并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德国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到目前为止 以格或上市等为单位的 经政府合法注册的德教会组织 在上述三国已达自约 两百多个 德教数以万计成为 一句华人 整信传统道德 创办慈善复利事业 交流心绪 增进有益的重要宗教组织 关于德教会的起源 并没有明确的记载 现在人们对德教历史的介绍 大多是根据传说和德教所 殉奉的师尊的战域 有关德教会的初创历史 最早可追溯到二十世纪 三十年代末的中国潮州 一九三九年 正当这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战火弥漫 丰烟四起 人民流离世俗 挣扎在死亡线上 此时 朝阳省 和平区 英西港乡的 杨瑞德等人 为祈祷战争平息 地方安宁 仪师乃至下岸 以家常的柳战 创立了德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个 葛子乡葛 子乡葛成立后 在宣扬道德 隐患人性的同时 自立于 真一 辽记 奠定了后来德教会 和发展的基本形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德教开始向 潮山之外发展 1954年孟春 在马六甲创立了 紫昌阁 同年3月1日 农历 在柳伯州创立了 紫云阁 4月18日 在槟城创立了 紫云阁 德教会在 新马泰等国首创以后 很快在当地华人中 传播开来 数十年间 德教会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德国 得到了 宿门的发展 德教组织 遍布于乡镇和城市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德教主张 五教同中 主上归一德 同时也认为 道教的 根本教义是 中道 佛教的根本教义是 慈悲 辱教的核心是 宗树 基督教的 基本精神是 博爱 伊斯兰教的 宗子是 慈树 所有这些 都是世界各族 传统的 道德精华 德教 中奉武教 目的无非是 取阳武教的 美德精华 取发人类自己的良知 并在实际生活中 奉行和实现 德德社 是德教所 中奉的 先师师尊的 总称 汇聚了 辱教 佛教 道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及民间信仰中的 各路神灵 除了武教教主以外 还有 一皇大天尊 官圣帝君 六春方 杨运松 张玄彤 武孟武 四位 长教师尊 还有道祭 师尊 之一的 李纯 杨 祖师等 目前的德教 已经冲出亚洲 走向了世界 在澳大利亚 已有 圣培拉的 紫杨阁 墨尔本的 紫金阁 紫城阁和 紫圣阁 还有美国 加里夫尼亚 旧金山的 紫庚阁 及阿尔伯 拉的紫金阁等 另外 在中国台湾的高雄等地 也已经有德教会的组织 马六甲德教会 紫昌阁 积极推动各项慈善复利 如 私医真药 私官 正障 私针 贫劳 及赞助教育等 体现了德教的精神 所以 德教会 每年都非常重视 祖先 祖先与生灵的超度 发挥 祖先超度 从根本改善 祖先生活 我们平时 能既有 参与各项利贷 祖先超度 发挥 及定期 烧化的方式 如实地超度 历代祖先 让历代祖先 能渐渐累积足够的 富得之粮 以 自苦难中解脱 使他们 有机会 提升 超越 自天界 甚至能 跟祖佛 进土 当祖先能 离苦得乐 就有多余的心力 和足够的能力 造福我们 使我们生活 能逢雄化吉 平安顺利 最终达到 名阳两立的目的 所以 在座的各位 你们认为 祭拜祖先 到底是不是 很重要呢 超度 发挥 也是尽效的表现 通过 发挥来报答 父母或祖先的恩德 同时 超度祖先 也是在 回向祖先之美德 教育下一代 知行 孝恩 饮水 思源 佛经有言 即使是为 去世一百年的人 念经做超度 也还是有用的 可为王者 减轻罪业 增加福分 超度于祭拜 是基于 自利利他的 慈悲精神 希望以此利益众生 令其 离苦得乐 这是自利利他 一举两得的善事 这一期的分享 就到此结束 感谢你们的 观看 支持与鼓励 请别忘记 开启小铃铛 给我一个赞 跟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